大岳 嗨 好了 接着呢 我们要来教大家看 为什么我的命功就是在这一格 为什么我的命功会在这一格 我不能在这格吗 没办法 因为呢 这个还是一样 是跟着你的出生的时间 生成的排列 好所以我们才说是劳作客 他有固定的位置给你放 那根据呢 紫薇斗树全书 这一本小小的书里面呢 教了你怎么样去安这些东西 有兴趣读古文的朋友们 可以研究一下 可是啊你会发现 我们可以看到市面上有 紫薇斗树全书 紫薇斗树全书 斗树宣威 书籍很多 每一本呢写的 好像都有一些些的不太一样 诶那怎么办 好了没关系嘛 这就是后面的流派产生这个不同 我们只要算了准就好了吗 怎么排呢 我们现在就来照这本书来学一下 这个命功呢 根据上面写的 据从影尚起 正越顺属 自本身越直 又自人身越上起 子时逆自本身时安命 好落舌对不对 字的是什么意思呢 其实你就记得 越顺时逆 我们一样哦 然后从这个宫位开始计算 记得哦 排这个东西啊 我们看的都是农历哦 比如说有一个农历 三月出生的 几日没有关系 因为这里看的是月跟时 比如说他的出生时程是亥时 好怎么看呢 月顺 从这里开始起正月 所以就是一月二月三月 那就是定在这个位置 月顺 到这个位置 至本身月 月顺之后时逆 它是亥时对不对 我们就从这个位置定为指时 直 丑 银 卯 乘 事 五位 生 有 虚 亥 逆回来 所以他的命宫就会在这里 银 农历 三月 太时出生的命宫就会在这里 我们再来举个例子 比如说 你是农历的 十一月好了 卯时出生 条件呢 就是月跟时 我们一样从影这个位置 来 开始看 农历 十一月就是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一 十一月落在这个位置 其指时 那他出生时间是 卯时 就是 子 丑 银 卯 这里 所以 这个朋友 他的命宫就会是这里 这个就是 命宫 安在哪里的方法 那大家还记得顺序吗 只要你知道了你的命宫啊 你就会知道命宫的对面就是迁移宫 所以 这个朋友啊 这个朋友的 迁移宫就会在这里 他的顺时针一个就是 父母宫 他的 逆时针一个就是 兄弟宫 顺序就都不变的咯 兄弟宫旁边就是 夫妻宫 哦 还记得吗 所以 只要我们把我们的命宫找出来 确定好位置之后呢 其他相关的宫位我们就排得出来咯 好了 我们现在已经会安命宫了 可是 老师 除了啊 命盘上那12个宫位之外啊 我还发现了一个你都没有提到的 它叫做 深宫 深宫到底是什么呢 比较会是在你成年之后才会影响你的一个宫位 当我们命宫排出来之后呢 其他的所有相关宫位也排出来了 那我们的深宫到底是怎么把它排出来的呢 好 深宫呢 我们看的就是 出生的时间 好 如果 你的出生时间是 子 五 时 子五 时 那你的深宫就会在你的命宫 你就找找 好 你的命宫在这里 你的深宫 就会在这里 好 所以如果你是 四害时出生的朋友 你的深宫就会落在你的夫妻宫 老师 我不知道子时是几点 那么 我们就 帮大家 把时间也写上去 好 好 这个是用在 十二时 就是早上晚上都一样 这个是 就是 早上的九点到十一点出生的朋友 晚上九点到十一点出生的朋友 就是 太时 这个是 十二个时程 一个时程有两个小时 就是 相对应那个出生时间 比如说 你是早上的五点到七点出生的朋友 你就是 冒十 你是下午五点到七点出生的朋友 就是 有十 所以当你是这两个时程出生的朋友 你的深宫就会在尖宜宫 这样子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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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